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逆转斑块有办法 到底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 有请来自中日友好医院心脏内科的副主人医师张胡老师 欢迎张老师 张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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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欢迎做客养生堂 您好 第一次看到张老师 我看您还拿了很多专业的数字 我手里有三块牌子 三块牌子上边是不同的数字 实际上针对的是不同的人群 这一块是45% 那么它针对的就是像你我这样的一个年龄段 40岁到60岁的人群 那我还不在里面呢 张老师 40岁以下也包括吧 我们算年轻人群是吧 那第二个数字是80% 要大一点了 对 80%这个数字的牌子呢 针对的是我们60到70岁 60 70岁的人群 对 80%仿佛这个数字 变高了将近一倍 是的 是的 最后一块牌子呢 100% 100%啊 我们针对的是70岁以上的人群 跟我们中考分不一样 我手上的牌子代表的分数 越高 实际上我们认为危险度越大 45%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呢 代表 40岁到60岁这个人群 我们的血管里边 出现斑块的概率 就是45% 这是流行病学告诉我们的答案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现场的 大概三四十岁 最多不会超过60岁的人群当中 我们血管里也有可能已经出现了斑块 但是概率相对小一点 不到一半 对 80%这块牌子呢 针对的就是我们60岁以上 大概到70岁这样的人群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产生斑块的一个概率 就上升到了80% 最后这个100%呢 那么就是针对我刚才说的 更加老年的人群 70岁以上啊 100%我们的血管里边都会有斑块 或许斑块小 或许斑块大 或许多或许少 但是都会有 斑块呢 势必造成我们血管里边的管腔变窄 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很多我们心血管 微重急症 并不是因为这个斑块 把你的血管慢慢地堵死 这个过程虽然会发生 但是呢往往相对比较温和一些 会慢一点 对 但是如果斑块发生了破裂 或者表面糜烂 那么不好的事情就来了 很可能在斑块的附近 就发生了急性血栓形成 这个血栓的形成呢 迅速到以分钟为计算 很快就像滚雪球一样 形成一大团的堵塞住血管的物质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心脏本该得到的血液 就被它堵死 心肌缺血 甚至心肌梗死 出现各种各样严重的事件 对 您提到了从斑块到血栓的一个变化 那其实它跟我们血液当中的 汁类物质的含量有一定的关系 关系非常大 我听说很多人说啊 尤其是身形比较纤细的阿姨们会说 不怕不怕不怕 我一定不在这个80%或者100%内 因为我瘦嘛 我瘦我就不容易出现 血脂的问题 我更不容易有斑块和血栓 很多人呢脑子里边会有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病它胖的才得 我这身材苗条 这个还离我很远 最简单一句话 当你血液里边的脂类 特别是胆固醇成分 进入到血管B以后 逐渐就形成了斑块 我们知道体内的脂肪啊 分为皮下脂肪 内脏脂肪和血液里边的脂肪 我们眼睛看到的胖人 其实他是皮下脂肪很多 会给你形成一个很胖的感觉 但是胖人他的内脏脂肪和血里的脂肪啊 未必就真的一定高 那么瘦人呢似乎很瘦 但他的内脏脂肪 或者说血液里边的血脂水平 其实也未必低 相反有些瘦人啊 为了追求瘦 他可能吃的比较素 或者吃的量就比较少 这种时候呢 我们的肝脏反而会 带糖性的分泌内源性的胆固醇 甚至呢超过了一个比较胖 比较胖的人的水平 简单地说呢 其实张虎老师要告诉大家一个大原则 就是无论我们是针对于相对年轻人的45% 还是六七十岁的80% 或者说70岁以上人群的100% 这个数字是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 它其实是不分男女的 也不分胖瘦的 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吓唬大家 我们只是为了告诉大家 如果有斑块我们不用害怕 我们要知道怎么办 因为张虎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大家讲的 就是他真实遇到的 我们逆转斑块的病例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四个图像 我们把它呢 编成两组 是我们经过治疗和治疗前一个对比 这个横切面是一副血管 通过我们一个特殊的检查手段 血管内超生 可以形成一个冠状动脉的一个横切面的图 在这幅图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绿圈一个红圈 在这个绿圈和红圈中间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就是刚才提到的斑块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绿圈是本来应该有的管腔 然而由于有了斑块 管腔被缩窄到了红圈那么小的一个范围 这样的话我们血流就受阻了 对吧 对 右边这幅图同样绿圈和红圈勾出了我们斑块的一个体积 大家可以看到经过治疗之后 这个绿圈和红圈之间的面积实际上是缩小 对 那就代表了斑块体积的一个缩减 也就代表着红圈勾出的管腔实际上是在扩大 那么就我们一个正常的机体来说 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种病情的一个恢复过程 那就是我们说的逆转嘛 对不对 对 另外上边我们也看到这种数字 那么PAV代表的是一个斑块体积的一个百分比 那么通过测量以后经过治疗 我们可以斑块体积的百分比从62%降到了50% 虽然这个数字似乎看起来不是非常的显著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人类和斑块动脉中央硬化斗争的几十年间 其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几乎都没有办法去阻止斑块的一个进展 一直以至于到后期我们能够让斑块静止不动 就是不再迅速地增长都已经是医生一个非常欣喜的成果 而现在我们由于进一步的医学的发达 我们有了一些办法能够让这个斑块开始出现一个消退 这已经是我们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了 下面的这两幅图是用另一种设备 也就是简称OCT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所得到的图像 它显示的同样是一个管腔和管壁 但是跟上面的图不一样 它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发亮的边缘 那个最黄色的 那个是叫纤维帽的一层结构 纤维帽是干嘛的呢 斑块外边包扰的一个硬壳 我们的纤维帽如果很厚 这个斑块就不容易破 如果很薄 它就变得不稳定 而在这幅图上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左边是治疗前的情况 右边是治疗后的情况 那个黄色的结构经过治疗之后 变得比以前变厚了 那么这个斑块我们就稳定下来 一个火火山被我们想办法变成了 紫火山 接近休眠的紫火山 这样的话我们就变得安全了 左边的这个是56UM 右边的是158UM 厚度增长了将近两倍 对 是的 变成了原来的三倍 对 这就是我给大家通过图像显示 我们的斑块怎么样发生逆转 具体怎么做到的 我们一会请张虎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要树立一下 我们说到的第一条 斑块逆转的道路是什么 张虎老师用了一个词 叫消退 我们来看看消退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吧 我们结合这道具给大家演示一下来 张老师 有斑块不可怕 可怕的是斑块破裂变成血栓 导致心梗脑梗的发生 所以如何不让斑块变成血栓才是关键 斑块的消退是指斑块体积油大变小 不仅如此 还可以使斑块的外壳油薄变厚 使不稳定斑块变得更稳定 更不容易破裂 如何逆转斑块 方法马上为您揭晓 实际上我们正常的人的血管壁 就像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很光滑的一个结构 这种结构啊 血流 包括血液里边的红细胞啊 各种有形成分 在这里边作为一个输送的管道 它自如地来去 不会停留在某一个地方 产生这种淤质 但是血管壁出现了一些破损 血脂进入到血管壁下边之后 那么这些不断聚集 累积起来的这些物质 就形成了我们的周样斑块的核心 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但是会随着时间的延长 随着我们病情的没有经过控制 它会越来越大 占据我们管腔的体积也会越来越大 那么这是指质的核心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在这个指质核心之外 有一层我们称为纤维帽的结构 纤维帽 它罩在我们的指质核心的外边 有的人很薄 有的人偏厚 里面是指质的 外面的就是那个纤维帽 是的 纤维帽和指质核心呢 成为一个我们帮块的主体 这层纤维帽完整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产生一个非常紧急的血管事件 但是一旦纤维帽发生了破裂 那么纤维帽之下的指质核心的一些物质 就会迅速地释放到血液当中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起来 纤维帽是完好的 有可能是中间比如说 互相破裂的小口 对 破了一个口 然后往外流了 对不对 那在这个流的同时 在局部吸引了血小板 纤维蛋白源等等一些物质 从而迅速地 与红细胞作用形成了血栓 这个血栓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增大 甚至于占据了整个管腔 导致血流完全的一个中断 就被卡住了 还有一些情况下 这个血栓会突然地脱落 向其他部位移动 那么堵在心脏的血管呢 肯定就是心肌梗死 心梗 堵在我们脑子的血管呢 就会出现脑梗死 所以这就是急性心梗 或者脑梗的发生 但是我发现 道具老师还准备了两个 特别神奇的道具 这是两个气球 一个里面装的是硬硬的东西 好像是沙子还是泥土 而且里面装的是水 这又代表的是什么呢 那这两个道具 想向大家展示什么呢 我想刚才大家一定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刚才说了 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有斑块 但不是每个人都出现了斑块的破裂 什么样的斑块就破裂了 它为什么破裂呢 这些其实也是临床医生和科学家 非常关注的问题 那么经过很多年的研究 目前我们有一些研究的结果 揭示了斑块破裂 它的造成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外界的因素 比如说我们情绪的激动 我们血压突然升高 我们剧烈的运动 突然短时间内大量吸烟饮酒 导致血管收缩等等 这些是一种因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们每一个斑块 它的结构是不一样 有的斑块刚才讲了纤维帽厚 有的纤维帽薄 您那叫纤维帽厚的 我这个就是薄的吧 对 另外纸质核心的大小也不一样 就像我们在家包饺子 有的人心灵手巧 特别能揣那个像 大馅饺子 对 这样的虽然很好吃 但是容易煮破 那么我们这样的斑块 只是核心很大的 就容易出现破裂 导致我们这些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 所以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 从外面来讲 那个外貌的不同 更有内容的不同 比如说我这个气球里面装的是水 所以里面是完全流动的液体 可是您那个是固体 它感觉我哪怕扎个口子 它都不一定流得出来 是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斑块 它的稳定性与否 不光取决于它的结构 还取决于它的一个成分 就是内容物 对 并不是所有的斑块 指质核心成分比例都一样 当胆无纯结晶为主的斑块 形成的时候 我们说在体内 它是一个相当于交动的状态 比较起来不容易破 就上年手中的一样 对 像我手中的这样 但如果是一个 以胆固醇指为主的 一个核心斑块 它是流动的液体 它具有很强的流动性 很丝滑 在体内更容易形成 一个不稳定的斑块 更容易破裂 是的 破裂了也可能流动性更强 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检查手段 比如说照个血管的B超 或者是什么能够知道 我体内的到底是那样固体的 还是液体的呢 我们现在医生 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一个病人到了我们手上 他的斑块到底稳定不稳定 我们什么时机给他进行治疗 以及用何种强度的治疗 都取决于他的斑块 稳定不稳定 那么我们怎么发现呢 看面相肯定不行 我们好在刚才显示的图像里边 有提到的血管内超声 有OCT这样的设备 当然这些设备 它是有创的操作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把它深入到 我们想看的血管里边去 才能得到这么精细的一个结果 目前还是针对一些高危人群 一些反复得病的人群 我们可能会去用这样的手段 给他检查 目前我们明白知道的是 当我们想要斑块更加的稳定 就是说到消退 大家看我这么大的一个水球 它体积当然很大 流动性又很强 万一破了一个溃 有一个小眼 一下子就会见出来 对不对 那好 它体积变小一点就是了 把它放出来 是这个意思吗 所谓消退 所谓斑块的消退 实际上就是一个 包括指质核心在内 整个斑块的一个体积的变小 就像我们放出水之后 气球在肉眼可见的情况下 这样缩小 这样一个情况 里面的馅变小了 同时外面的皮要变得更厚 我们就更安全 当然了这是第一条路 逆转斑块 用消退的方法 还有第二条路呢 是什么呢 我们回到中间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来 张老师 逆转斑块的 愈合之路 什么叫做愈合啊 我们来看 此时此刻 咱们是站在火山口吗 斑块不可怕 但斑块破裂非常可怕 我们如果把斑块 比喻成一个火山的话 我们斑块的破裂 就宛如火山的喷发 迅速造成血栓的形成 堵塞 大家看到的 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场景 发生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了 所以我们不可避免的 有时候会出现火山的爆发 斑块的破裂 这个时候 我们就希望能够 火山尽快地熄灭下去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 一个斑块的一个愈合过程 让斑块愈合 愈合过程啊 实际上大概可以分为三个环节 首先呢 是让我们的斑块 已经破裂之后 形成的血栓呢 能够迅速地去给它溶解开 不再堵塞我们的血管 那么后边的环节 我们在扑灭了 我们的火山 喷发的熔岩之后 我们还希望火山口被我们封住 是 就像我这个动作一样 愈合能力强 毛毛地盖住火山 使得岩浆不再喷发 我们不再不停地释放出 我们这个附近血栓的物质 那么我们的斑块呢 就开始重新恢复到稳定的状态 向这个方向去发展 那么就使得我们后边 血管的逐渐地修复呢 有着这样一个基础 盖住它之后 再逐渐地 血管的内皮 慢慢地恢复到我们 好的一个状态 明白 让我们的斑块变得更加地稳定 它就不容易再次爆发了 所以我们讲到逆转斑块两条路 一是消退 消退 二是愈合 到底能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走上这两条路 无论是消退还是愈合呢 既然张老师来了 绝不会是空手而来 方法也给我们带来了 看起来张老师给我们带来了 一个红色的宝箱 这么小的方法吗 这个方法 有点意料之中 又有点意料之外 降脂 血脂高了 胆固醇异常 容易出现斑块 这我们理解 如果您只给一个方法 就是降脂 会不会有点太简单了 相信降脂治疗 大家都并不陌生 但是真正能够坚持正确的降脂治疗 以及避免降脂治疗中 各种误区的人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远远要少 所以今天 我再次跟大家强调 降脂治疗 是我们治疗冠状动脉 中央硬化性心脏病 以及稳定和消退 我们动脉中央斑块 一个最为有效的方法 所以不是老生常谈 是要告诉大家 在我们的降脂治疗的过程当中 要遵医嘱 要规范治疗 非常的重要 是的 降脂治疗 实际上要配合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 比如说我们膳食结构的调整 怎么让我们摄入的胆固醇 比较在正常合理的范围 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另外 对于经过我们生活方式改善 血脂还是不能达标的人 千万不要因为担心药物的不良反应 就拒绝药物治疗 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很多血脂高的病人 有些已经发生了心脏事件 有些非常幸运还没有发生 针对这样的一个高危险人群 我们都建议进行一个有效的降脂治疗 这些降脂治疗的方式 有些我们可以通过口服药 那么现在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我们打一针 甚至每一个月打一针 最新的研究 有半年打一针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持续地去降低血脂 那很好啊 这就为很多服药不方便 或者说医从性差的患者 带来了更便利的一个途径 但是我也遇到过一些患者 他知道自己的血脂高 也赞同我告诉他血脂高 可能会带来的风险 但是他对于降脂治疗 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想法 有的人吃了降脂药 下回来跟我说 张主任你这个方法非常灵 我吃完之后 血脂就正常了 我就不吃了 我就不吃了 我治好了 对 那么这种情况 我还得苦口婆心地告诉他 我们的降脂治疗 并不能够治愈你的高血脂 而是控制你的血脂水平 我们必须把它做成一个长期的工作 简单的就是说 你如果不吃这个血脂又回来了 是的 就像减肥反弹一样 血脂的指标也会反弹 还有一些患者 他很细心 他会看说明书 或者向其他吃过降脂药的人去打听 怎么样啊 怎么有这些作用啊 回来就告诉我 说张主任你这个药呢 我觉得肯定是治病 但是它的副作用太大 听说它会伤肝 我这个本来就有点脂肪肝 这个药我不能吃 这种情况下 我又得给他做解释工作了 我们降脂药啊 所谓的伤肝实际上是一个误导 部分人吃降脂药 可能会引起转眉的升高 但是它跟我们说的肝炎 肝硬化这些 导致肝细胞不可逆的损伤 是绝对不一样的 另外呢 发生的人群 比例实际上是非常的低 即使是很不幸 你吃了药转眉就高了 研究告诉我们 停药之后 绝大部分患者 马上转眉就会恢复到正常 所以对于这一点 我觉得大家不要有顾虑 还是要以保护我们的血管 作为最首要的一个目标 我们要坚持地做下去 这样才能避免 我们后边发生刚才的 火山爆发的事件 降脂对于我们控制血脂的异常 对我们斑块的更加稳定 甚至是逆转来说至关重要 一定要规范用药 那当然了 其实刚才张虎老师也专门提到了 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会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 或者逆转斑块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请张老师先休息一下 好 来 谢谢 接下来呢 我要请出的是另一位权威专家 专门从山东远道而来的 来自山东大学营养学的教授 徐贵法 欢迎徐教授 徐教授您好 您好 欢迎您第一次来到养生堂做客 您好 我刚跟大家说 徐教授是第一次来做客养生堂 可是徐教授绝对是个讲究人 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一盆 很可爱的小绿植 有人认得它吗 有见过吗 说实话这盆植物从来没见过 有人认得它吗 有人认得它看着我 正前方的这个小姑娘吧 从你远远的距离 先远远地看一下 你对这个植物了解吗 你见过吗 感觉像是绿螺吗 绿螺的叶子有这么小吗 徐教授 能不能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您第一次来养生堂 要带这么一盆植物 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我们听一听 再猜猜有可能是什么 大家看 这个植物看起来很普通了 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 其实和这盆植物也有关系 那为什么呢 是以为这个植物 它结的果实 其实我们平时都很常见 而且适量地吃一些这个果实 它可以对控制我们的削脂水平 有帮助 也有益于我们这个吸引血管的健康 而且大家来看大屏幕 明确地徐教授说 这是常见的植物 竟有护芯降脂的功效 说是常见的植物 我们对它的果实会比较熟悉 你走进来看一点好不好 你走进来 你可能就会看到它的果实了 有没有看到什么玄机 应该认识吧 不太认识 不太认识是吧 这样 你看看它的玄机 我们的道具老师准备了一个小铲子 看到了 看到了这儿对不对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结果 我们的道具老师就在图里埋藏了一粒果实 你先跟大家形容一下 这个果实常见吗 常见 有多常见 可能我们每一天吃到的食物里面都有它的成分 食物里都有它的成分 而且它是哪种类型的食物 坚果类的 坚果类的 你爱吃吗 爱吃 你觉得它有什么好处 就是香香的 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一些营养物质 水煮可以吃 对 对吧 这个烘烤 烘制了以后可以吃 油炸了以后也可以吃 对 更香 这个油炸它吃起来再配二两白酒 是我外公当年最爱的 能猜到了吗 阿姨点头了 来 你把它挖出来 你把它挖出来 给大家看一眼 好 端出来 然后举屏给大家看 花生 花生这种常见的果实 竟然有护心降脂的功效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来 我们把它先放在一边 说要保护心脏血管 护心降脂 又讲到花生 应该有很多神奇的功效在里面吧 关于花生啊 关于花生啊 好多地方啊 它通俗的叫法 叫昌生果 昌生果 它资料可以追溯到明朝 就是明朝就有人叫 花生 昌生果 那么到了清代呢 这个有一个医生 据说这个医生啊 是给皇帝看病的了 就是御医啊 他写了一本书 叫《本草求真》 那这个医生呢 叫《黄公秀》 那他把花生啊 就列入了他这本书上 作为一种中药 花生是中药啊 他把它列入中药了 那我们由此能看出来 这个花生啊 就是自古啊 它的这个营养价值 或者它的这个 对健康的影响 是在古代 它就有所认识的 我们要是从现代营养 需要这个角度去考虑 这个花生有什么营养呢 它里面的油酸含量很高 这个就是这个问号 就是比较高 油酸 是一种脂肪酸 是一种脂肪酸的一种 它说一般补饱和脂肪酸 又叫油酸 又叫油酸 所以大家都是一个东西 我们说对油酸的营养价值 回着它的功能作用 回着它对健康的影响 都做了大量的研究 发表了好多论文 有一个权威的国际组织 叫联合国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 专门写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里边呢 它就写到 它认为 如果我们在膳食里边 用一定量的油酸 取代过多的饱和脂肪酸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吃饭的时候 你少吃一点饱和脂肪酸 比如说 比如讲我们的肥肉啊 猪油 羊油都是饱和的 那少吃一点这些饱和脂肪酸 多吃一点油酸 那我们的血脂就会降低 主要是指的刚才讲到的像胆固醇 还有像低密度胆固醇 大家可能熟悉叫LDL LDL 也会降低 而且它降低的时候呢 好的胆固醇 叫高密度胆固醇 叫HDR 它反而不降低 绳子有落位的身高 太好了 这是其一 今儿呢 这个专家委员会又讲了 他说如果我们在这个膳食里边 用一定量的油酸 来取代过多的碳水化合物 比如说我们吃饭 有人特喜欢吃碳水了 对 馒头大米饭吃了很多 如果这种油酸多吃一点 少吃一点碳水的话 他发现这时候 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 反而增加了 反而呢 就是这个胰岛素的抗性 就渐低了 就是我们的血糖更容易稳定 一点不错 它更容易稳定血糖 预防二星糖尿病 这太好了 从整个花生来讲呢 其实它里边还有精氨酸 精氨酸 精氨酸在体内代谢 它就有利于血管内皮的保护 不利于血管内皮受寻 不容易形成斑块 它还存在着一些好的叫半衰物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可能听说过 像植物栽醇 百里卢醇 百里卢醇 可能有听说过的 甚至还有维他命E 这些东西其实对形状 同样有好处 多方面的好处 而且都跟花生有关系 一点不错 花生俗称长生果 是因为花生富含油酸 研究表明 膳食中用油酸取代部分饱和脂肪酸 和碳水化合物 可降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胆固醇 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花生中还含有金氨酸 植物栽醇等物质 同样有益心脏 那从膳食摸湿 和食物结构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的话 那研究比较多的 就是富含油酸的膳食 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影响 就是我们吃这个饭 它里边的油酸比较高 到底对我们的心血管 好不好 有什么好不好 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影响 这个研究最多了 最多的研究 记住了哪儿呢 你一定听说过 就是对地中海膳食的研究 地中海也是 这个研究很多了 它会发现 这种膳食 归纳起来 一个 就是我刚才讲的 它能够降低血液胆固醇 包括了我们讲的 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胆固醇 第二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它能够对我们讲到的这个血糖 预防这个二型糖尿病的发生 来提高益道素的敏感性 第三个呢 有人也发现了 它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 尤其像冠心病的发生率 死亡率 也能够降低像中风 刚才脑血管堵塞 引起来的发生率和死亡率 包括它对老年性痴呆的方面的研究 还有减少体内炎性症状的研究等等 都有很多了 都有很多 我举个例子吧 这儿是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结果 哈佛大学这个研究啊 根终观察了三十年 很长了 那么它搜集了八万人 那它研究什么呢 它研究啊 这八万人在很多年的时间内 它这些人都吃了什么 喝了什么 用了什么又做饭做菜 然后啊 吃了多少 每一样食物吃了多少 它都有记录 大家知道地中和善事 有好多好的食物 这些食物从来不吃 或者吃得少的人 这些人是一族 那么肯定有一些人吃得比较多 当然也有吃得最多的那一种 你会发现到最后有什么区别呢 突然有一个明显的拐点下降 对 这个曲线发生改变了 对 这个曲线指的是什么呢 叫相对危险度 什么的危险度呢 心血管疾病 一点不错 是冠心病和中风 这两种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的危险度 那你看看 想想看 从最初的第一组人 实际上是0.96它的危险度 到最后这一组是0.61 少了多少呢 少了二三十 三分之一 三十几 三分之一 三十五 三十五 对 少了0.35 0.35 就等于减少了35%的这个风险和危险度 这是很明显的区别了 所以这两种疾病都是很厉害的了 你吃到这种好的食物 这种有抑郁健康的食物 那它这个风险就明显降低了 死亡的概率 得病的概率就明显下降了 给大家的要强调一下 说地中和膳食里边 你说好的食物 有利于健康的食物 到底是哪些食物 科学家早给找出来了 地中和膳食里边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有利的因素 就是脂肪吃的油 是高油酸的 是油酸 就是说这些人油酸吃的多 那肥肉什么那些动物又吃的少 当然我们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这个哈佛大学 科学家他研究的时候 把油酸吃的多 油酸和饱和脂肪酸之间的比质比较大 作为一个重要的好的因素 有利的因素进行统计 当然地中和膳食还有其他好的因素 我们也不能胡落掉 譬如地中和膳食里边 它也有蔬菜 水果 菇类 杂豆 坚果 还有海鲜鱼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因素 但是油酸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地中和饮食 我们其实大家对于它的研究和探讨 非常地全面 不同的科学家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 来分析它到底哪好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 其中的一个切入的视角 就是从富含油酸的角度而言 所以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想要多摄入一些好的油酸 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多吃一点油酸 那观念我们知道 脂肪酸包括油酸 它主要是在植物油里边 我们经常吃的食用油里边 那当然你要去选择这个食物油了 从油酸这个角度来讲 油酸比较多的 含量高的这种植物油呢 最重要的一个 在我们国家认为 在我们国家生产的 就是含油酸多的花生油 那到底我们要如何挑选 油酸多的好油呢 我们可以以花生油为例问问大家 来这个小姑娘 你上来吧好不好 比如说现在此时此刻 你进入到了一家超市 货柜上的琳琅满目 但都是花生油 那你会如何来选择 首先我会看我想要大瓶的还是小瓶的 看自己最近的需求 你一般会买大概多少毫升的 就是中溜那种的 然后看什么 就看那个配料表 油酸多一点 对 你觉得油酸含量百分之多少以上算多 六七十 六七十 这样我们觉得好像 吃的满满的都是刚才说到的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好东西 徐教授特别慈祥的 一直在微微地点头 徐教授我们选的还可以吧 听起来 她答得不错了 这是个会过日子的小姑娘 对对对 她答得不错 您分析分析她的选择 也算总结一下吧 这个就是我们平师 怎么样去选择食用油 我们如果去关注这一种油里边 有没有某一种脂肪酸 应该看一看这个标签上有没有标注 比如说油酸含量 那一般来说 比如我们要选择这个油酸 是高还是低呢 那油酸其实国家也有一个标准 她说60%到70% 小姑娘猜 是73%是标准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一点 那这个就是作为原料 它的油酸的含量 应该大于73% 明白 这个就算是比较多的油酸了 明白了 这是我们感觉到 要选油酸应该关注的 当然我认为 选择食用油呢 还有其他方面的选择了 要考虑 比如这个 它的保质期 刚才我讲到 我们希望一种油啊 它不容易氧化 对 它能够保质期比较长 是吧 那大家知道 这个一般油酸含量高的油呢 它这个氧化敏感性就比较低 也反过来讲就是它比较抗氧化 太好了 它抗氧化它就是不容易变质了 它不容易变质 所以它的保质期要比一般的油啊 更有保存期 更长的保存期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考虑就是我们 平时啊 我们要限制油的摄入量 是的 中国军民膳食指南呢 提倡每一天的烹调用油啊 不超过25克 就是半两用 一个人一天 那用量很少 那我们希望我们选一些比较好的 健康的 而且呢 这个味道也比较好的 香味比较浓的 花生油嘛 这个 所以我认为这个 这个味道 香味也很重要 一般来讲 花生油啊 我感觉到它的这个味道 比较适合于我们中国人 很习惯这种味道 做出菜来 很浓郁这个香味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我感觉到就是从整体上看 从我们的膳食结构来看呢 我们还要想到 整个脂肪酸的平衡 比如包括了油酸 我们不能忘掉 包括亚油酸 还有欧米加3脂肪酸 这是从整个膳食角度来考虑的 要做到总体控制 总量控制 是 就是不能多吃 再好的油 不能说我吃的又多又好 没有这个概念 吃的少 但要吃的精 吃的强 精致 要吃好油 健康的油 这是我们提倡的 太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得研究研究 怎么做好吃的了 接下来呢 我和徐教授会一起 两个人到养生厨房当中 叫大家用我们的卤花油酸多多花生油 去烹饪那些海鲜和鲜 那些香气四溢的菜肴 告诉大家 怎么吃更加营养 更加美味 夏天大厨 我和徐教授专门来投奔你 油酸多多花生油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营养优势 那么我们在真正做菜的时候 搭配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食材 是不是更能发挥多多的作用呢 徐教授 这个用油酸多多这种油 其实它可以去烹饪任何食材 荤的 素的都可以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 比较健康的选择 也就是用这种油去烹饪海鲜 比如海鱼 那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健康选择呢 海鱼里边它通常含有比较多的 Omega 3型的脂肪酸 我知道 那我们这个油里边主要含的是油酸 所以我们如果搭配起来 这是一种互补作用 可以说是像的一张 所以我们认为 用油酸多多花生油去烹饪海鲜 是我们推荐的一种健康的方式 所以它是比较健康的选择 夏大厨 怎么着 你看我们要满足国人的营养口味 但是又要有营养需求 没错 还用油酸多多花生油搭配海鲁鱼 那咱们今天又做一个 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水煮鱼 中养生厨房怎么能教它水煮鱼 水煮鱼不就是油煮鱼吗 这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水煮鱼的一个误读 哪里误读了 水煮鱼水煮鱼 这仨字咱俩拿出来 它上面没有写油煮吧 可它明明就是油煮鱼 那一锅都是油 传统正宗的水煮鱼一定得是拿水煮 而且我今天分享的这可是实实在在的能喝汤的水煮鱼 能喝汤 能喝汤 所以真的跟油用好了这个熟煮鱼才做得好 而不是一定要用油多了水煮鱼才做得好 至关重要 那你们要在哪呢 要平常咱们在经常说是熬料油 经常看我们养生厨房的大家伙一定知道 咱们今天省了 我在蒸料油 就提香的那个料油 答对了 你看到了 烫哦 哇 好香啊 是呢 激发出了完美的香料味道 好好闻啊 但是没有去锅里炸 您闻闻 这很特殊的一种味道 你快点吧 没问题 那我们今天选择的就是肥美 而且性价比超高的海鲁鱼 把鱼直接给它去腮去内脏 然后直接取肉 哦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听过 Omega 3脂肪酸 因为我们刚才年夜讲到了 什么三文鱼那些深海鱼里 我们都知道是富含的 海鱼里边其实像是 大家通常吃到的像是黄花鱼啊 黄花鱼 带鱼啊 都有 这些里边它都含有这个 Omega 3脂肪酸 这一次中国居民膳食怎样 也提倡大家说 一周至少能吃到两次鱼 这个目的呢 当然一个是补充 这个比如油脂的蛋白质 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呢 就是能够补充 这个Omega 3型的脂肪酸 那么在我们国家的 这个东南沿海一些省份呢 你也会发现 它们的膳食啊 通常是比较健康的 那它喜欢吃鱼 同时呢 它们也喜欢吃一些植物油 这些植物油呢 其实也包括了 像是花生油啊 其实这些油里边啊 它也含有比较全面的脂肪酸 包括像比较丰富的油酸 在徐教授讲解的过程当中 夏大厨这个手一直都没有停 而且片完了鱼之后 我看您又加了点盐是吗 因为咱们在家里边 会经常吃到鱼的时候 有些人抵触它 是因为有腥味 这就是提前先去让它们 再把这个血水洗掉 盐分也随着清洗过程 也被清洗干净了 明白了 只有鲜味没有腥味 没错 如果说没有这一步 您现在这个吃到肚子里的鱼 可就是带着非常浓重的 踏海不好的气息 好 少放点料酒 轻轻地再抓捏白胡椒粉 掀上加鲜 而且能够压住它那不好的味道 我们直接放上淀粉 轻轻地焯拌 看到了鱼肉已经是相当的细腻了 鱼肉腌好 那咱们开始煮汤 还要煮汤 刚才咱们说了 就把那个白色的乳汤 对 原汤化原石 水煮鱼 直接往锅里边倒上咱们 油酸多多花生油 做好菜用好油 今天我们做菜的用油是 鲁花油酸多多花生油 鲁花油酸多多花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香味多多 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好油 直接把我们砍好的鱼骨 就放到锅里边 是因为鱼骨比较容易烹煮出那个好的鲜味吗 鱼骨呢一定要经过鲜字一下 它的这种蛋白质才能完美地释放出来 直接放葱姜 保持一个高火 我要往里边冲热水 热水的加入快速地让咱们这个锅里边形成了奶白汤 你看到了 现在热力接触到多的地方 已经开始变得乳白色了 这种咱们在家里边 煮鱼汤要想白 一定是标配热水 快速漂浮上来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 在鱼骨里的杏山味道来源 咱们把它去掉 是的 取出鲜美鱼汤 我准备了丝瓜黄瓜 瓜瓜 走 在锅里边炒 咱们直接就只是稍微地少放一点底烤 少了点盐就行了 蔬菜的清香 花生油的香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炒出来的核味香 夏大厨 你真的是掉足了大家的胃口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出个雏形 但是真的是美味可亲 对 很香很香很香 好 咱们把这个炒好的蔬菜垫底 就甭说别的 就这花生油炒上这么一锅素菜都好吃 都很好吃 对对对 对 炒锅再次上火 咱们不刷锅 直接香浓的鱼汤 撞进去 鱼汤里边这个时间呢 咱们再加上少量的盐 给它一个基本口味 就是你可以去喝这个鱼汤 再稍微的少放一点白胡椒粉 直接呢 咱们把这个汤啊 改成小火 把这个经过腌渍鱼片 一片一片的给它放到锅里边 去浸润它成熟 这样的话呢 既能保证了鱼肉的鲜美口感 还能保证了它的那个成熟度完美一致 对 如果是大火的话 很容易一下子就老了 静静我现在放了多少油啊 放一点点吧 反正炒菜用了一点点 这和你以往认知的那油汪汪的水煮鱼 是不是有着天上之别 还没到时候 别着急 现在我先问你 这个汤够不够鲜 很鲜 但是我依然到现在为止 没有办法把它定义为水煮鱼 别着急 这是鱼汤嘛对不对 现在如果您说这是一碗鲜嫩的鱼汤 我绝对说是很鲜 那你要说它是水煮鱼 我依然还觉得不太像呢 你看啊 我知道你等什么呢 等这个熟悉的老味道 就是到最后那个 对 上来以后那种浓浓的味道 它仿佛是一个仪式感 对 再次开锅 出鱼 鲜鱼 带汤 咱们一起浇在蔬菜上 鲜味有了 汤有了 咱们开始最后的香 咱一下 这个时间段 如果按照我们标配的厨房 已经是将近大半锅的油出现了 那我们今天稍微的少来一点 就够了 再加上点我的这个独家蜜汁香料油 教授咱现在锅子的上边 没有一点点的油烟 我得下去 确实现在没有 这个油酸多多花生油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就是它的氧化敏感性比较低 也就是说它不容易氧化 其实这个油和油的脂肪酸 它还是比较相对稳定的 就是一般的烹调加工 包括煮 它还是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状态 什么煎炒烹炸蒸煮都可以 对 所以它这种肉就可以 你可以适合任何烹饪方法 凉拌也可以 对 你谁说凉拌肉吃也行 刚才夏大厨也讲了 就是这个 这种油它的这个味道 它还是香味还是比较浓郁的 是 锅里的辣椒呈现出红褐色 青红美人椒 不辣 只香 鲜辣椒入锅 轻轻地一转 水煮鱼它就来了 我闻出了水煮鱼的味道 这瞬间就不一样 就是 真的 徐教授 咱们比对一下 这一瓶是没有打开的 油酸多多 这瓶是用了的油酸多多 谁能知道 我们做一大盆水煮鱼 只要用这么一点油 你这也太厉害了 确实健康 对不对 是 以前看到的水煮鱼 上面都厚厚的一层 它的确实是健康 可是您这个水煮鱼太厉害了 它是能够喝汤的水煮鱼 能喝汤 能吃肉 徐教授 咱们拿着汤的来吧 等会再喝点汤 对 这个入口的感觉太香了 很热 很滑 很香 没有小勺咱撑点汤 像奶汤 奶汤 虽然说这样 就是香味很 加大厨 很香 饭店的水煮鱼 没办法喝汤的 是是是 您这个料也很有味 行了 今天看来 大家伙都这么期待 加大厨的这个独家的料油秘方 这个油它的整个的过程 是不经过熬炸的 而是只是蒸出来 蒸出来最健康 把这个香料 八角一块 花椒差不多十粒左右 香叶给它来两片 干辣椒保持它的形状完整 白扣四五个 白纸 两片 小茴香 然后板 山奈 两三片就可以了 放到锅里边 小火备炒 把这个花椒酒 给它煸干了以后 直接把咱们这个油酸多多花生油 就是这么给它倒进去 上锅去蒸 差不多25分钟就可以了 它里边会去浸出那个香料的味道 从味道上来说 我也特别推荐大家伙 多用这个好油和好的海鲜食材 做出不一样的夏天的味道 感谢观看